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间值得的书》, 内容是《日本90岁精神科医师横子祖母》的传记。 从横子祖母朴素朴素的身世中, 感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来日方长, 但生命依然充满希望。 如果要说2019最受欢迎的词语是我太难了, 那一定要列在榜单中。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丧与忧的时代。 太宰制的人间诗歌中有一句话, 我是天生的,对不起。 最近几年, 很多年轻人经常说人生好难, 人间不值之类的话语, 而像你的同伴已经离你而去之类的话题, 时不时就会登上热搜。 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焦虑、迷茫、悲凉, 充满了浮华的社会里, 难免会有一种窒息的感受, 让人不禁感慨, 人生真是苦啊。 但问题是, 我们的人生只有数十年, 怎么能活得下去? 当大部分人都陷入困惑和忧虑的时候, 一名90高龄的日本老太太, 以一种让所有日本人都为之侧目的美丽生活。 很多人都嫉妒她, 不是羡慕她的人生, 也不是嫉妒她的自由。 她只有一公尺48的个头, 40公斤的重量, 她现在90了。 她从事一名精神科医师超过70年, 至今仍然保持着一星期四天的工作。 她治疗过的病人, 上至老幼, 下至穷困潦倒的青年, 下至创业的成功人士, 无不在她的心理咨询中心得到了平静。 恒子祖母, 原名中村育子, 1929年出生, 70多岁的从医生涯, 历经了战火纷飞和战后的沧桑, 成为日本最老的精神科医师。 她秉持着无论什么时候死去, 我都无怨无悔的理念, 她将永不退位。 这是一部名为人间值得的作品, 是恒子祖母和她的弟子, OTA广美。 本书汇集了恒子祖母90年来的生活经验, 探索工作, 人际交往, 爱情与死亡等主题。 这几句话听起来很平常, 但实际上都是一句开天辟地的话。 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 那么就请你相信这一点。 假如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值的, 那么当你知道了人生的真实之后, 它将会给你带来一种勇敢的人生。 好了, 现在我给你讲解一下本书的主要信息。 第一个要点就是, 大部分工作都是挣钱的, 这并不丢人。 第二个要点是, 即使是一地的垃圾, 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精彩。 第三个要点是, 生活不用那么辛苦, 每天都要开诚不公的生活。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首要任务, 大部分工作都是挣钱的, 这并不丢人。 无庸置疑, 许多人大部分的生命都花在了工作上。 有些人是因为工作而起得很晚, 有些是通宵工作, 有些是双休日, 有些是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当你在深夜拖着疲倦的身体, 回到家中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 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 或许有些人会说, 工作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 有些则是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 恒子婆婆却觉得, 从根本上讲, 人是为生存而工作的, 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工作来供养自己和家庭, 工作是很棒的。 活下来之后, 再去谈论自己的理想。 恒子老太太已经坚持了70年的医生, 她之所以选择做这一行, 不是为了救人, 也不是为了帮助别人,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她选择成为一名医师, 纯粹是因为她的家庭条件很差。 恒子姥姥有四个哥哥妹妹, 算上她, 总共五个小孩。 她的爸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 她的母亲偏爱自己的哥哥, 根本就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眼里。 她们对恒子的建议是, 等她从学校出来后, 要做教师, 要结婚, 要自己养活自己, 而不是拖累家人。 在这种情形下, 恒子祖母只好提早上班。 恒子祖母在一所中学女子学校读书, 那时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要干活。 因为个头太矮, 不会编织, 所以, 她不得不帮着抬绳子。 恒子祖母觉得, 这样的工作很无聊, 经常为将来的生活发愁。 正当恒子祖母不知所措时, 大阪一位大夫的舅舅提议, 如果有人想学医学, 她会提供学费。 比起那些在工厂看不到任何前途的工作, 做一名大夫或许更好。 于是, 16岁的恒子开始学习医学。 在她看来, 幸福也好, 愿意也罢, 她都没有别的办法, 她要自己养活自己。 在从事医学工作将近70年的时间里, 恒子祖母是一名被雇来的大夫, 就像一个办公室职员。 她没有太大的报复, 工作只是想要养活自己的孩子。 如今, 儿女都结婚了, 她的财政问题并不大, 但是工作却让她有些放不下了。 假如你经常被工作目标搞得不知所措, 那就坦率地跟自己说, 工作只是为挣钱谋生。 人生价值和自我成长, 都是需要时间去考虑的。 就算你对目前的工作很不满意, 也无所谓, 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有的时候, 太过清静会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后果, 还不如让自己忙碌。 当我们明白了工作的根本含义之后, 我们就会明白工作的性质。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也有许多工作狂人, 他们常常通宵工作, 吃饭不规律, 最终被自己所害。 太在乎工作, 太在乎地位, 太在乎金钱, 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哪怕能坚持个十几年, 终究会把自己打倒。 从那些在工作中突然死亡的人就能看出, 这些笑话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 工作是实现自己最好的方式, 但是工作并非人生的唯一目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努力工作, 但你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你与家庭成员的距离也会越拉越长。 吃得好, 有一件自己能做到的事, 或许就是最好的了。 在工作中, 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令人恼火的事情, 有的会被工作人员欺负, 有的会被上级地刁难, 有的会陷入公司的勾心斗角, 有的甚至会被逼到深夜。 假如你在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对你的感情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让你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那么就应该果断地走人。 你必须了解, 工作的去留是你自己的事, 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 假如你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挣钱的手段, 但它却牢牢地把你的生活和家庭的快乐捆绑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满怀信心地走开。 不过有一件是要小心, 那就是在你走的过程中, 尽量把事情办得明明白白, 尽量避免给他人带来困扰。 另外, 当身体和精神都很疲劳的时候, 别去考虑去做什么, 而是要充分地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 人生道路漫长, 最主要的是让自己活得更好。 好吧, 这就是我的首要任务, 大部分工作都是挣钱, 这并不丢人。 总之, 工作就是为生存而工作, 而用自己的手养活自己和家人, 这是一种很大的成就。 工作并非人生的唯一, 我们要记住, 在工作之余, 也要爱护自己。 如果一项工作使你的能量大量流失, 那么你可以理性地做出正确的决定。 下面, 让我们谈谈我们的另一个要点, 即使是一地的垃圾, 也要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精彩。 说到生活, 哪个人没有烦恼呢? 恒子姥姥虽然现在神采奕奕, 但实际上, 她的婚姻却是一团糟。 在27岁那年, 恒子的祖母在别人的推荐下嫁给了一个外科大夫。 在结婚之前, 恒子希望能有一个快乐的婚姻, 但在她结婚之后, 她却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糟糕。 她的老公是个酗酒的人, 挥霍无度, 还常常请客, 所以她的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她。 恒子婆婆不止一次告诉她, 她的老公虽然一直很努力, 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固执。 只是这两个小家伙身体不好, 总是要有人照料。 恒子祖母只好打工赚钱, 还要带着两个小孩。 恒子婆婆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和她离婚, 但她一说要跟她分手, 她就会找借口求饶。 最主要的是, 她觉得自己的儿子, 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她想着, 等自己的儿子嫁了, 自己和老公还能在一起。 因此, 她每天都尽量安安稳稳地生活, 维持着家人的和谐。 恒子婆婆觉得要改变别人很困难, 花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去改变别人, 结果却是惹来杀身之祸。 与其抱怨, 不如随缘, 所以她拼命工作, 以供养家庭。 这段艰辛的历程也成了她生命中最珍贵的一次体验。 恒子姥姥很少担心, 不管是工作还是做家务, 不管是工作还是做家务, 她都不能把现在的日子弄得一团糟。 恒子祖母在教养子女方面也颇有体会。 她认为, 抚养一个人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抚养一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小孩子中有一天会成长, 需要教育的同时要尽心尽力, 需要释放的同时也要给予她足够的自由。 在恒子姥姥一家看来, 和婆婆之间的争斗并不是很常见。 在她的孩子出嫁之后, 她就已经准备好要将孩子送给自己的老婆了。 她坚信自己的儿媳能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一族, 因此, 她从来没有插手过子女的婚事。 就连邻居的大伯、 恒子祖母都会和他们拉开一段距离, 绝不会冒冒失失地去打扰他们的生命。 当小朋友请她共进晚餐时, 她会说, 您好, 谢谢, 已是麻烦, 即使不是孩子请她一起用餐, 她还是很感谢他们给她准备的食物。 不得不说, 大部分的婆婆之间的矛盾, 都是因为他们无法舍弃自己的子女。 事实上, 为子女辛苦了一生的家长, 也是时候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闲时光了。 与其干涉他们的生活, 还不如像恒子姥姥一样, 将自己的精力放在生活、 事业和兴趣上。 不管怎么说, 既然是自己的孩子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那么, 家长们也不能随便插手。 恒子的外婆在别人眼里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女人和许多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90年的生活中, 她也有自己的社交方式, 并与他人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恒子的祖母在医院里一直没有工作, 但随着工作的推移, 她发现自己可以享受更多的快乐。 在许多病人看来, 恒子奶奶既是一位医师, 也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有不少病人已经有20年以上的经验向她请教了。 恒子姥姥并没有特殊的医术, 只能静静聆听。 很多病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会好很多。 真正的精神交流, 是让你和别人处于同等地位, 聆听你的心声。 一个能让你放心地把自己的弱点告诉他的人, 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可以少说多听, 多听, 当一个好的倾听者。 另外, 在聆听他人的经历时, 也要为他人保密, 不可随便泄露, 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准则。 恒子的祖母, 除专心聆听外, 还有一种带人的方法, 就是吵架后先向别人赔礼道歉。 在职场上,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与人发生争执, 特别是在夫妻之间。 别因为不好意思而道歉, 就认为是第一个认错的人。 恒子婆婆觉得, 良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妥协, 一起讨论, 当彼此都不能和平相处时, 最好还是让彼此有个退路。 恒子婆婆的长子和他邻居, 虽说平日里不在一个屋檐下, 但也经常会有矛盾, 因此给自己的儿媳赔礼道歉也是正常的。 在遇到问题时, 他会主动问好, 然后道歉, 然后再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 恒子婆婆平时也会碰到一些难缠的人, 这种人, 他都会敬而远之。 不是谁都可以做好的,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谈笑风生。 假如, 那个人让你觉得不自在, 那么与他保持一定的关系。 就算不能做到身体上的隔阂, 也能在心里建立一层防御。 有了一种安全的精神上的隔阂, 我们就不会在人际关系中感到难堪。 无论如何,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放松。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要点, 即使一地的灰尘, 也要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精彩。 在结婚时, 不要想方设法去改变别人, 而是要把自己做得更好。 在和小孩交往时, 要懂得适度地放开, 在他们自力更生的时候, 不要冒冒失失地冲进他们的生命里。 在与他人交往时, 要学会认真倾听, 适当降低自己的姿态, 调整安全的心态, 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现在, 我们要说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件事, 生活中不要有压力, 要开诚不公的生活。 生活就像是一次马拉松赛, 有些人会比别人更快, 有些人会更晚。 不在于你的速度如何, 而在于你能否最终抵达目的地。 我们身处一个不复出, 就会被遗弃地暴力的世界里, 我们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拼死一搏。 而恒子祖母则相信, 大部分的人都会担心自己的将来。 也许你觉得自己是在冒险, 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 这并不算什么。 与其担心将来, 还不如考虑现在的情况。 恒子祖母也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 对于如今的安定日子, 她还是很满意的。 虽然她的老公是个酗酒的人, 她的小孩也经常生病, 她的爸妈也会给她带来麻烦, 工作上也要耗费她不少的时间, 但她依然能保证自己的饮食和睡眠。 她相信, 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充足的休息, 平衡膳食, 调节身体和精神。 其他的, 都会变得更好。 她的学徒奥田红美, 刚出生没多久就回来上班了, 不过在此期间, 她要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家里。 看到自己的同龄人, 不是在杂志上发表论文, 就是出国, 她就很担心。 恒子祖母劝她暂时不用担心工作, 现在最要紧的是好好照顾小孩。 病人有很多医生可以照顾他们, 但在他们的眼里, 却是一个妈妈。 许多人因为工作太过看重亲情, 忽略了亲情, 但生活中并不需要太过努力, 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包括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子女。 生命还很长, 没必要在任何时候都竭尽所能。 但是, 生活没有必要过于劳累, 不要让别人混日子, 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和珍惜的时间。 我们之所以这么担心, 是因为比较, 因为我们不愿满足于他人的生活。 在学校里, 在学习上, 在工作上, 在婚姻上, 在生活上, 在有些人本来生活很好, 可是和其他人一比较, 他们就会变得沮丧, 焦虑, 甚至会变得更加的吃醋和痛苦。 我们常常会嫉妒他人的人生, 而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人, 背负着更多的责任与压力。 例如, 恒子的外婆家里就有一位病人, 是一位公司的老总, 在许多人眼中, 他既有权利又有钱, 又有一个让人艳羡的家族。 但实际上, 他的心里却是无比的忐忑, 他不但要为公司的雇员和家庭负责, 还要应付销售, 人际关系, 以及难以形容的寂寞与不安。 你瞧, 无论谁, 总有麻烦。 假如我们经常把自己与别人做对比, 使自己陷于苦恼与妒忌之中, 这只能是徒劳地浪费我们的能量。 恒子的祖母, 除了不会过于紧张, 不会与人攀比之外, 最令人敬仰的, 就是他在面对寂寞和生死时的镇定。 他一再地提到, 人生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生命。 确实, 寂寞就是生命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如果能体会到寂寞, 那么生命中无处不在的快乐。 恒子外婆生了两个儿女, 外孙也不少, 她跟长子的邻居是邻居, 平时也就是星期天跟他们一块吃饭, 平时没什么来往。 对他来说, 寂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一个人生活在当今世界 变得日益普遍。 有许多人试图和他人保持联系, 以免感到寂寞。 有些人会在工作中 努力结交新的朋友, 有些人则会在工作中 和几个朋友保持联系。 我们为了恐惧而故意地迎合他人, 最终只能使自己更加地苦恼。 能不能尽情地欣赏寂寞 也是一种奢望。 死亡是一个永远不变的问题, 任何人早晚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恒子婆婆在面对死亡时, 却是另一种态度。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无怨无悔。 他愿意默默地等着, 他要用这种方式迎接自己的衰老和死去。 是的, 一个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的心就会平静下来。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最后一句话, 生活不用那么辛苦, 每天都要开诚不公的生活。 我们来做个结论, 生命中总是有努力的时候, 但是不要总是拼, 要懂得珍惜每个独特的时间, 别总是把自己与他人相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 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才能克服寂寞与死亡。 好吧, 那么, 我们的话题就到此结束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主要的问题。 首先, 我们谈到大部分工作都是挣钱的, 这并不丢人。 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在工作, 基本上, 人的工作主要是为生计而工作。 要明白, 工作并非人生的一切, 我们要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 而要勤勉地工作。 最要紧的就是自己的健康, 假如目前的工作 令你心烦, 那么你可以自由地离开, 也可以自由地离开, 别让工作过于劳累。 其次, 我们谈到了即使是一堆垃圾, 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 人生中, 我们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 与其埋怨别人, 还不如尝试着去调整自己的思想, 去寻找更好的方法, 随着子女的成长, 尽量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 特别是在他们有了家庭之后, 不要轻易地进入他们的生命。 在与人交往时, 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 要谦卑地去尊敬, 不喜欢的人要和他们拉开一条线。 我们在结束时, 谈到生命并不需要过于劳累, 每天都要开诚不公的生活。 为了生命竭尽所能, 是一种生存的境界, 放慢速度去欣赏生命, 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 而且, 在生命的某个特定时期, 你也不用过于劳累, 人们会有很多的忧虑, 是由于比较而引起的。 假如我们抛弃了对比, 集中精力发展自己, 那么快乐就会变得更简单。 如果我们每天都活得很好, 当寂寞和死亡降临时, 恐惧感就会降低。 每天都活在5时, 全部人 ide Up AixòDkan 我们来看之后,